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 那我现在就身处于吉隆坡的ICC葡萄里面的阿龙哥海南茶餐坊 那阿龙哥海南茶餐坊呢在当地是非常出名的一间茶餐厅 而且它更是大家的早餐首选之一哦 那它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魅力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家茶餐厅以其正宗的海南茶和传统茶点而闻名 提供各种经典的茶餐厅美食 由于其地理位置踊跃 这家茶餐厅常常吸引着吉隆坡当地居民以及游客前来品尝其美食 根据这里的老板娘透露 在2023年7月28日 香港特首还曾经致拜访此地 为了一探这里的美食 哇哦 现在在我的桌上有非常多的美食 那首先我们先看阿龙哥三宝 花生酱猪仔包 咖喱面 咖喱猪肠粉 虾面 猪炸粥 黄酒鸡 椰姜饭 鸡饭 玉米 鸳鸳鸯奶 海南茶雪糕 冰淇淋海南茶 那首先呢我们来先尝尝咖喱猪肠粉 那咖喱酱这样非常的浓郁 而且呢不会太腻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样 这个牛油还有这个花生酱呢是刚刚好 再配上它的面包 再来我们试试看看海南茶 一种古早的味道 像是在高级的咖啡店喝着非常清零的价格的海南茶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特色之一 然后我们再来试试看下一样花生猪仔包 那它花生猪仔包的味道呢 花生酱是非常的饱满荣郁 而且呢它花生酱搭配上的面包口感非常的强道 然后再来呢我们试试看那希勒曼 那它的仁当鸡呢非常的香 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到这里呢 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里吃到普早味 然后再来呢我们再试试看鸡饭 它鸡肉非常的香嫩 那据说呢这个鸡饭呢是香港游客到马来西亚这里的时候 他们必选的其中一道菜啊 好那我们再来看虾面 那和我在槟城吃到的槟城虾面完全的一样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样猪仔粥 味道吃到很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的锅不会太稀也不会太稠 口感非常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黄酒鸡 那黄酒鸡我们来尝试一下 那据说呢这个黄酒鸡呢是继承了秘密的配方 里面含有三种不同的酒去制作而成 非常的香我们再看一下一样 那接下来就是咖喱面 那它咖喱面呢不会太浓也不会太稀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海南茶雪糕 它是由上面铺上成冰淇淋 然后下面是海南茶的一个结构 看看它的味道如何 口味非常的清凉 特别是在炎热的马来西亚里面 如果可以吃到一些海南茶雪糕 哇简直就是幸福的感觉 好那到最后呢我们再尝尝 非常古特的玉米腌亮奶 非常可口清凉 有着不同的奶味再加上玉米 我觉得这个也是在炎热的马来西亚的天气里面 非常不适合我们的一品饮料 那总的来说阿隆哥海南茶餐坊呢 它就是具有文厚的历史传承 还有口碑的一间茶餐厅 那如果你也想吃到那么多 马来西亚传统美食的话 那我们这一集都到这里咯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